大家好 我是高手蕭 相信大家都一定有搭過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硬是會有些黑人生的人 做黑人生的行為 影響其他乘客 今日來講講 各大在交通工具上面 令人討厭的行為 第一 猛力推撞人 繁忙時間上班 上學時 很多人很趕時間 少不免都會有些碰撞 但都不用像玩美式足球 衝鋒21 大大力撞開人 這樣撞人 很容易撞傷人 弄傷人 這種行為都很討厭 怕遲到的話 預早一點時間出門 坐交通工具 一個不留神 真是隨時被人撞死 第二 咳打黑痴不掩住口鼻 這些又是好黑人生 車廂這些密閉空間 你這樣咳打黑痴不借一借 全車人就這樣吃光你的飛沫 你有病的話 給你傳染 好PK的行為 所以搭車的時候 就算沒有病 都戴上口罩 有原因的 就是防一防這些PK 第三 跟司機聊天 坐巴士的時候 偶爾會看到這些 不停撞司機說話 但其實這個行為很危險 司機開車 需要專心 不可以分心 跟你說話 就會分心 一分心 看漏了眼 隨時就會有危險發生 開車很需要集中精神 時刻留意著 路面情況 看小眼都死 這些跟司機聊天的人 真是類人類己 害人的 第四 大聲說話 大聲播話 不戴耳機 這些經常見見不少的 當正車廂自己的家 大大聲地說話 說電話 內容聽完 手機播放那些普通話 鬥陰微信很煩 不管身邊人感受 其實車廂是大家的 靜一點 在車廂睡覺 真是多得你不少 第五 在車上飲食 其實車裡面列明了不准飲食 但有些人裝看不到 繼續在飲食 整架車都是那股食物味 車廂裡面有不少食物碎 弄髒了 野小菇蟲來車廂 污染車廂 真是黑人真 第六 留下垃圾 中國大陸的最喜歡的 就這樣放垃圾在位置 就走了 不會把垃圾放在垃圾桶的 在污染車廂 第七 一個人罷兩個位 非凡旺時間都可以的 但凡旺時間 你一個人罷兩個位 另外一個位空的 拿來擺你的東西 那就不可以了 搞到人家有位沒得坐 因為你這樣的行為 這些真是被人罷了 花旺時間那時候 一個位很珍貴的 別亂來吧 第八 做親密行為 這個真是好噁心 當正自己家 在這裡抱抱石石 這些東西 回家才做吧 這樣大庭廣眾被人罷 好嗎 不過說起這樣 如果是美女做 我ok的 幾好看 出世就不好了 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 希望這個世界 少些這些人搭交通工具 但我想都沒有了 誰可能會沒有這些人 除非你自己開車 所以學會開車 真的沒有壞 多個排旁身 有多些工作機會之餘 亦都可以 不用每次靠交通工具 不用再對著這些人 挺爽的 By the way 交通工具 都是一個吃花生的好地方 交通工具上面 這麼多奇人意事 偶爾都會有些花生事發生的 如果有個新海 寫 回來 一些 雷 雷